美好的春天树下的小草丛旁 有一只黑蚂蚁名叫阿蚁 阿蚁是这片森林中最勤奋可爱的搬运工人之一 有一天一只优雅的瓢虫名叫小瓢 因为家中的一些家具太大 需要搬家于是找到了阿蚁寻求帮助 阿蚁站在小瓢家门口一边仔细查看家具 一边用小脑袋思考如何有效搬运 阿蚁站在一旁 手上拿着小蚂蚁手机打电话给他的搬运伙伴 伙伴们一边喝着果蜜一边热烈答应前来支援 阿蚁和伙伴们正在用小蚂蚁尺寸的气泡棉 为家具进行仔细的包装 小瓢在一旁拍手交好 阿蚁和伙伴们正在艰难地将大型物件搬上楼梯 留下了辛苦的汗水而小瓢在一旁担心地看着 小瓢搬到新家看着整齐摆放的家具 感动地抱着阿蚁表示感谢 小瓢决定向其他森林居民介绍这位勤奋 专业的格上搬家为阿蚁带来更多生意